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重庆那个坠江大巴斯的那个事情 这两天呢,老有网友跟我讨论,私下跟我讨论 就觉得呢,那个大巴斯那个司机啊 他那个打轮太蹊跷 而且呢,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话 我是听不清楚他那句话 有人说呢,他那句话就是说 你要再吵吵就给你翻到江里面 然后呢,他那个打轮呢 有很多人呢,认为他就是故意的 我觉得就算是呢,他说了那句话 他有可能也是说说而已 如果是他那个打轮啊 确实是造成了这个事故的话 我觉得他那个打轮呢,他就是一个失控 然后呢,很多的网友就认为呢 他就是一个故意 那咱们就来分析一下 他会不会故意 有人说呀,现在在中国 有好多的这样无力取闹的乘客 这司机呢,见无力取闹的乘客见多了 也确实是,你看现在在网上 你就是搜一下 像这样的视频真的是挺多的 这乘客很疯狂 上去就抢这个方向盘啊 你说多疯狂 为什么会这么疯狂啊 你不知道那个方向盘是很重要的 你稍微一失控 这个会发生交通事故的 那你本人也在车上啊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大家不都会受伤或者死亡吗 但是呢,事实就是事实啊 确实是有那么多没有理智的人 尤其是那些大妈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 脑子怎么了到底 然后咱们就说啊 这个司机说如果他故意呢 有人就说因为这样的人呀太多了 这样的乘客太多了 然后就造成了这些司机呢 他们也使一些坏招 他就跟其他的车相撞 如果相撞了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乘客的责任 有人还说呢 在重庆 现在法院不都是公布那个判决书吗 判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乘客无理取闹 造成了交通事故 然后乘客需要负责任 这样好多这样的案例 那如果是这样说呢 司机他有这个可能 他就是呢 会故意的 或者是说呢 就是忽视 那个词叫什么呀 独职也不叫独职 我现在中文不是特别好 请大家原谅啊 在加拿大的时间太长了 中文不是特别的好 有很多词呢 意识就想不起来 反正呢 他就当时呢 就忽略那个后果啊 不作为 然后就让他造成交通事故 反正这责任呢 到最后是让这个乘客来负的 他这个可能性 咱们就说他有吧 按常理来说呢 真有可能有 这个司机啊 他因为他一天到晚的 就在这个公交车上 他见这种人呢 真的是见多了 当他见多了 听多了以后呢 他产生那么一个情绪啊 也有可能 但是呢 一般的来说 大巴司机 他都不是说 刚学车的 刚会开车的 尤其是这个大巴司机呢 看起来呢 他还是一个比较老练的 如果说 他有那个故意的话 就造成一个交通事故 让这个乘客负责 他肯定也得把握这个度 对吧 让他发生一个小的交通事故 不至于说 伤害到自己的生命 对不对 不至于让自己受伤 更不能让自己去死了 这是一个底线吧 这是一个度吧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司机 他打那个轮打得很大 那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而且他到了对面那边 你要是跟对面的一个车 相撞的话 这个力会很大呀 他能够预见到 如果你在这个桥上 如果失控的话 那翻到江里的可能性 也是有的 他应该能够预见到这个 你说他故意 跟对面那车撞 然后呢 冒着翻到江里的危险 他这么做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呀 他就治自己的生命 都不顾了 谁会这么做 谁会为了跟一个乘客 来致气 为了治这个乘客的罪 而冒这么大的风险啊 一般人应该说不会吧 但是呢 的的确确在那个视频里面 他那个轮打得很大 不愿这么多网友呢 来质疑这件事情 这个视频他给出的 是就给到他那个大轮 然后就是演的就是外面的了 但是他要是整个视频的话 他应该有整个的过程 里面这个视频应该有整个的过程 然后我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说啊 如果说他故意 他为什么要故意 他故意造成一个小事故 有可能 但是他造成一个大的 有可能说翻到江里面 自己都活不了了 这个故意的可能性有没有 就是等于说是自杀性的 他自己也不活了 如果说他目的 就是为了跟乘客置气的话 没有一个人会进行 这种自杀性的行为 但是咱们把脑洞 开得更大一起 这脑洞开得也太大了 我觉得哈 我一想这个 我就觉得这脑洞开得也太大了 就是这个司机 他有没有可能说 他自己得了绝症了 或者说他自己 有这种自杀的愿望 然后他就拽着别人 跟他一起去死 有这种可能吗 这种可能应该说也有 对吧 尽管他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是应该也有吧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警察我觉得就应该 了解一下他周围的人 看他之前 有哪些个异常的行为 或者是了解哪些信息 是不是这个司机 之前就有了轻生的念头 或者他是不是得了重大的疾病 他活不了了 应该好好调查一下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还是他得了疾病 或者他自己也有验尸 他呢买了大额的医疗保险 然后他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来自杀 完了以后呢 家里人可以得到大额的赔偿 这个呢 很容易就能 很快就能暴露出来 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目的的话 很快就能暴露出来 因为他的家里面 要去保险公司 要理赔 但是如果说没有买保险 他就是不想活了 如果说他得了什么大病了 如果说他以前有什么迹象的话 应该是能够调查出来 但是呢也有可能完全没有迹象 就是他心里的一个活动 他不让任何人看出来 有的人自杀就是这样啊 之前谁也看不出来的 不露任何的痕迹的 这样的也有 我觉得哈 就是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故 这个司机呢 他如果是一个老司机的话 他之前一定能够遇见到 他把这个车打到一个对面的那个方向去 而且呢 他看起来呀 他并不是说目的是跟对面的车撞 我们从那个录像上看 他是擦着对面的车 然后飞到江里面去的 他如果想跟对面车撞的话 他那个车头应该对着那个对面 但是他没有啊 如果他是故意的 那就是一个自杀性的行为 如果自杀的话 很有可能能查出来 之前他有自杀的迹象 看他有没有保险公司 有没有买保险 这是其一 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的话 就看他之前 他有没有得大病 他有没有忧郁症 他有没有流露出来 厌世的一个倾向性 如果这些个都没有的话呢 那也有可能是隐藏他在他心里面 我们都不知道 这我们就没法说了 反正你如果说他是故意的 他必有原因 如果是他故意的 他必有原因 如果他就是为了治那女乘客的话 他不应该造成这么大一个交通事故 好 总结一下啊 首先呢 我个人是不认为他会是故意的 他就是一个失控 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然后我们非得说是他是故意的话 他这个故意呢 他是故意翻到江里的 因为他他打那个轮呢 也没有对着对面的车 没有对着自己的方向车 没有对着对面的车 而是冲着那个江去的 他翻到了江里面 如果他这个是故意翻到江里面的话 那就是自杀 他拽着别人一块自杀 如果说他自杀呢 从两个方面能够调查出来 一个是呢 看他有没有保险 看他家属啊 有没有去理赔一个保险 这是一个 第二呢 查他有没有得重大的疾病 第三呢 看他有没有厌世的情绪 有没有跟别人透露厌世的这种情绪出来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呢 也不排除他想自杀 因为呢 有的人自杀 他就是不让别人知道的 好 关于这件事呢 我就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